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梁雨大师 他说什么了 梁雨大师没来 是秦分 他说你在气垫得罪了梁雨大师 导致他被暴打责骂了一顿 甚至连炼制宝兵的黑药明石都损失了 我本来还不相信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你呀 真是让我说你什么好 哼 原来是秦分那家伙 他弄丢黑药明石 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大舅现在四处找你 只要你一回去 立刻要拿你试问 你还是赶紧出去陛下风头吧 我娘他怎么样了 你放心 小姑他没事 可是你 大小姐 陈少爷 家主召开 纵族大会 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秦刚 你这是干什么 尹小姐 这是家主命令 我也只是封命行事 我娘呢 大小姐 已经在一池厅了 带路吧 陈少爷 这边请 我绝有二门 被七殿赶出来之后 张凤乒急发作 我略有耳闻 闹得家族上下鸡飞狗跳 卿尘也太鲁莽了 居然把黑曜冥石弄丢了 还得罪了弃殿的梁羽大师 大哥派人去弃殿赔罪 谁知道梁羽大师见都不见 直接就将派去的人轰了出来 赵凤 这是想将卿尘逐出家族啊 卿尘得罪梁羽大师 为家族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如此行为若是不逐出去 秦家该如何再王独立足 这是去逐秦家母子的绝佳机会 必须利用起来 我家老爷子归为帝母王 战功勋赫 为名冤阳 不至于因为得罪一个炼奇大师 就无法立足 这赵凤 分明就是借题发挥 得罪七点大师 为秦家带来祸患 这个女友虽然没有被天星学院逐出那么光明正大 但在老爷子面前 起码也有了说字不至于被动 哼 一个下贱的女人而已 装什么情高 等你宝贝儿子来的时候 看你还能不能这么聪明下去 尘埃她怎么会得罪气垫的炼奇大师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赵凤 恐怕是不会善罢甘休了 秦叶池 你生的也准为秦家带来这么大祸事 你居然无动于衷 早知道这小畜生这么能惹祸 早就应该把他禁死在捉笼里 秦叶人呐 为什么秦刚还没把他带来